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决定去向他的老师程仪请教 那时正是冬天 天气很冷很冷 风呼呼地吹个不停 杨石顶着寒风走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程老师家 杨石正准备敲门 却透过窗子 看见老师正在休息呢 为了不打扰老师 他放轻脚步 悄悄地退到了院子里 恭恭敬敬地站着 等老师醒来 没过一会儿 天上慢慢下起了雪 雪越下越大 整个院子都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刺骨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 就像刀割一样疼 但是杨石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 静静地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 门吱压一声开了 原来是程老师醒了 他惊讶地发现 门外竟然站着一个雪人 他定睛一瞧 这不就是他的学生杨石吗 程老师微微一愣 门外的积雪 已经没到了杨石的膝盖 而他的肩膀上帽子上都是雪 看来他已经等了很久 于是程老师赶紧让杨石到屋里来 生怕他冻坏了 杨石看到老师高兴极了 哆哆嗦嗦地向老师问好 然后才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程老师心疼地说 外面这么冷 你怎么不叫醒我呢 杨石笑了笑 回答道 老师教授我知识 我已经非常感激 怎么能打扰老师休息呢 程老师听了 心里非常感动 他把杨石拉到火炉旁 一边取暖 一边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杨石得到老师的指点 很快就把问题想通了 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杨石更加勤奋向上 认真钻研 还写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品 而他也成为了一个很厉害的学者呢 就这样 城门沥雪的故事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被后来的人们当作尊敬老师的美谈哦 这就是城门沥雪的故事了 接下来是成语小课堂时间 城门沥雪这个成语 本来说的是 杨石为了解决疑惑 宁愿自己在雪地里等很久 也没有打扰老师休息 后来啊 人们用这个成语 形容学生尊重师长 积极求学 所以呢 城门沥雪也体现了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 而这样的成语啊 还有很多 例如 文鸡齐舞 凿壁偷光等等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结束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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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